大家好我是阿波 我買到金飯碗的鹹酥雞 可是呢我還發現啊 怎麼說我也曾經是台南的鹹酥雞小王子吧 如果是這樣吃的話好像有點空虛耶 啊不然 我來挑戰一個連續30天吃鹹酥雞 看一下到底這30天如果全部都吃鹹酥雞 身體會有什麼樣的感覺 跟你對於鹹酥雞會有什麼樣的觀感 金飯碗的洋蔥真的很甜耶 好啦吃他鹹酥雞 他鹹酥雞的醃料很香 難怪那排隊 還有肉汁 這鹹酥雞很好吃 這家金飯碗呢我只要買阿 我買銀絲捲 然後地瓜鹹酥雞 三角土 這些類似的東西 算是偏便宜啦 這樣125塊 還不錯 那明天再期待一下我要去吃哪一家 今天是挑戰的第二天 我第二天在朋友鹹酥雞 這一間呢我推薦的是甜不辣 還有他的這個 魷魚 都很好吃 然後他的炸光還不錯 可是他的調味呢沒有甜 他就是鹹的 胡椒的味道 所以如果喜歡吃鹹酥雞的 最近可以考慮看看 我們明天見 好這是我們第三天我在一起 遊 一區龍 鹹酥雞店 他的特色呢 就是他的炒料呢 你點完之後 他會跟他的鹹酥雞炒在一起 然後裡面的選項還蠻多的 然後他的鹹酥雞也算蠻多隻的 如果想要吃鹹酥雞 這間是不錯的選擇 好不好 那我們就一直軟 我們第四天見 鹹酥雞挑戰來到第四天 今天我們在麻豆絲無名鹹酥雞 他的特色呢就是有這個 黑鎬 嗯 酥脆 蝦子的味道 然後 這個 他山椒骨絲比較有肉 然後比較厚實 這種大塊的 調味呢 是比較偏 鹹 他比較沒有那麼甜 所以 如果喜歡吃鹹酥雞的麻豆 這間可以吃看 那我們進入第五天 今天來到第五天 我們買的是巧味的總店 這一間呢 其實他的味道啊 就是我們喜歡那種甜甜的 我一定會買這個 就是他的香菇 嗯 很酥脆 然後 那種 花枝是很特別 像那種 圓圓脆脆的 然後雞豆呢 也是算蠻柔軟的 然後調味料 也是比較偏甜 他比較特別的是有這個 榨菜 這個這個 各榨菜 這是他比較特別的地方 最後呢 我又買這個 炸牛肉 這牛肉肉齁 吃起來像洋芋片一樣 非常好吃 嗯 我們期待第六天 好這次第六天 我們在吃味先買到的鹹酥雞 他的是炸的比較乾脆 然後非常的香 他的夜市 各大夜市都有啊 然後他的 魷魚很特別 他魷魚有三種魷魚 深海大魷魚 魷魚餃 然後還有 像我們吃那種小卷 那種小卷的炸的 然後他的 雞肉呢 其實他雞肉有點像小上海 就是那種酥酥脆脆的 然後他的粉 你看 他粉就比較明顯 好吃 我們接下來期待第七天 來啦 今天是第七天 我們買到的叫做 特殊口味鹹酥雞 這間鹹酥雞呢 很特別 還有這個 很像就是蛋餅皮啦 他叫什麼脆片的 沒關係 那個我再補充 這個齁 吃起來就很像 那個鹹酥雞口味的多一多汁 超串的吃到 嗯 這個好吃 然後你看他雞肉 他雞肉其實像雞柳條 他本來是讓一整塊完整直的 然後他切一半 所以他肉汁都保留在裡面 他雞柳條 這個雞肉也蠻厲害 然後醃料味道 比較沒有那麼重口味 然後吃得到雞的原味 這間也是好吃喔 價格還蠻實惠的 這間 可以去試試看 那我們期待 第八天 今天第八天我們在天橋下鹹酥雞 他的鹹酥雞呢 比較特別是他炸得很乾爽 主要是吃皮的那個酥脆 很棒 然後 我再點他的甜不辣 看這種 薄的甜不辣 好吃鹹酥雞 然後他的甜味沒有很高 他的醃料就是 也是吃雞的原味 主要是吃他的酥脆感 好 我們期待第九天 今天第九天下這種雨 是要怎麼挑戰啊 不管了 還是要去吃鹹酥雞 我們出發 好第九天 我們來到南區最有名的聖大鹹酥雞 你看一下 他鹹酥雞 你看那個切面 他的雞肉是很嫩的 然後外酥內軟 然後調味呢 沒有很重 可是覺得還蠻好吃的 然後花枝啊 水是比較有嚼勁的 所以你牙口不好的話 你還是選擇吉他的 然後看他的雞瓜 他另外外皮啊 他裹的粉 是比較酥脆的那種酥脆粉 所以你吃起來 外脆內軟 這個還不錯 然後我還會點他的 手工甜不辣 真的蠻不錯的喔 好 那我們期待第十天 好 今天是第十天 我們在羊媽媽鹹酥雞 我現在在龍魚一街的停車場 這裡好處就是你開車來 終於無主開車來 還可以買到鹹酥雞 他這一間哈 最有特色就是這個甜不辣 他甜不辣齁超脆 完全都是脆的 然後他的雞肉 他的醃料是屬於比較甜 比較甜的 然後他的炸功就是 他把它炸得比較乾 所以脆感都吃得到 甜甜的醃料 很適合我們台灣人的口味 最後 他的三角骨 你看喔 他的那個外皮啊 就已經炸到已經整個乾掉了 所以啃起來 是很香 很酥 很好吃 那最後呢 我們除了期待 明天是第十一天 因為今天是第十天 我跟大家等一下 分享一下 我個人吃完十天的感覺 今天是第十一天 YES 有愛鹹酥雞 他厲害的其實就是這層皮啦 嗯 肉很嫩 然後皮的味道很特別 胡椒蝦很重很重很重 然後他的雞皮啊 像這種雞皮 也是很酥 我擦不起來 雞皮 很酥 然後他的甜不辣 也炸得蠻好的 我剛才麻煩他的甜不辣 很酥 好啦 我們期待第十二天 好今天很榮幸 我們邀請到觀眾來幫我幫忙吃了啦 好 那你為什麼會推薦這一間 因為在西港有帶地名 哦 我們在西港的青南宮前面嘛 對 然後他是怎樣 便宜嗎 對很便宜 像雞皮股20塊而已 六顆對不對 七顆 七顆耶 對我剛剛試了一顆 我們買這兩三大包 三大包才230 難怪現在他前面已經排隊排到爆炸了 他五點開始賣 好像賣完為止 對 今天是第十二天 雖然有粉絲幫吃 可是我還是要吃一下 欸 這個 花枝碗這樣 太誇張了 四顆20塊 他今天真的很便宜 而且他的鹹酥雞啊 是很軟嫩 吃得到肉汁的 然後配上鹹香的胡椒 真的很棒 花枝碗吃得到花枝那個片狀的感覺 他今天真的要來吃吃看 好 我們期待第十三天 好今天是第十三天 我們吃的是碳烤雞排 一樣是鹹酥雞類型的 他的甜不辣也蠻強的 我看他先炸後烤 應該也是外酥內軟 但是這個一定要吃 外面酥酥的 帶一點甜 然後裡面的肉汁非常的充足 而且很厚的雞排 好吃 我們期待第十四天 今天是第十四天 我吃的是老地方的鹹酥雞 他的雞肉真的超厲害 你咬下去喔 真的會有肉汁 啪出來的感覺 然後他的 魷魚也是蠻厲害的 有機會可以吃吃看 他在精華路上 我看我看 好我們期待第十五天 好今天是第十五天 所以我們請雅肉小王子 幫我們講一下口感 他炸的很酥脆 但是把魷魚的味道都鎖在那裡面 所以咬起來就會有一個魷魚香 所以我覺得很喜歡他的魷魚 蛤 他的雞肉 醃料很夠味 所以吃去 其實在嘴巴 沒有太多油耗味 反而是 醃料的香 醃料的香 帶出那雞肉的甜味 所以我也蠻喜歡吃他的雞肉 那其他的部分我覺得是還OK 但如果硬要講 我最喜歡這兩個口感 很棒 吃 那我們期待第十六天 今天第十六天我們在永華鹹酥雞 其實我最喜歡吃他這個啦 魷魚 他這魷魚雖然說現在你看不出來 他其實已經醃過了 然後他吃起來真的非常非常的脆 然後非常的厚 然後有醃料的味道 跟麵皮的味道 一直在嘴裡 真的很爽 他這個雞卵骨啊 跟一般的不一樣 不是說只有 那一個骨頭 他那邊還有帶肉的 我都看到 他的肉啊其他的東西 當然也是 非常好吃啦 但是喔 他的單價會比人家高一點點 好啦 那我們期待第十七天 欸你怎麼偷吃我的鹹酥雞啊 哇 超脆的啦 這聲音太誇張了啦 一定要的啦 欸很爽欸 對啊 再看這個更爽的 你看喔 超厲害的 哇 他就是那種脆皮的感覺 對 欸這也超脆的欸 對啊 他有點像那種魚酥 對對對 而且看起來不含有欸 對 完全不含有 那你還有什麼推薦的啦 這個 既然你都偷吃了就跟你講了啦 這個啦 那什麼意思啊 這雞肉啊 這雞肉 太厲害了 真的嗎 他是 有肉汁嗎 對 他裡面就是那個雞肉很細緻 然後肉汁都有包住 哦 所以這間你是給他很高的評價囉 嗯 等一下真的不錯 而且這間真的很便宜 你看這麼一大包 喔不是這一包喔 是這一包 很大包 好啦我們期待第18天 好今天第18天 我們在上界站的總店 看一下喔 他的雞肉紋理 有沒有 看得到嗎 看這個紋理超正的欸 他咬下去就有那個雞肉汁 然後跟醃料的味道一起沖出來 很好吃 這間真的 我覺得啦 如果以雞肉來說 應該排在台南前三名 沒有問題 好 那我們就期待第19天 好 我們這次第19天 我們在安中路的義鹹酥雞 怎樣 如何 超餓的 真的 這間真的很好吃 他的鹹酥雞很特別 他的外面啊 果是番薯粉 然後他的肉汁會鎖在肉裡面 醃料也在裡面 真的很好吃 他的外皮啊 算是蠻有特色的 我覺得可以來吃吃看 那我們期待第20天 今天第20天我們吃一點不一樣的 看一下 素食的鹹酥雞 他就是素肉下去炸 可是還蠻香的 他有點像你在吃甜不辣的進階 他有一個 不一樣的酥度跟香味 應該蠻好吃的啊 而且拍到第20天了 我想說換換口味 吃一下素食 可是發現 一樣有啊 所以 我還是有點害怕 接下來的10天 可以要好好努力了 我們期待 第21天 今天是第21天 我們現在在新穎 吃第一家鹹酥雞 他炸光真的了得 我剛才吃一口地瓜 他地瓜是鬆香那一種 然後他的鹹酥雞像這種 而且他裡面是柔軟 然後外皮的味道是厚的 他醃料非常的棒 他還新穎 真的來吃吃看 如果不知道地址 我會給你 我們期待第22天 好今天起營居的老闆 跟我們吃一下鹹酥雞 你覺得如何 我覺得他的那個炸 炸的料 他那個什麼 比較不會有一些油耗味 然後他 就覺得那個油收的還蠻乾的 很棒 剛好在我們附近這樣 好有機會可以去起營居住 就可以來這裡吃鹹酥雞 順便來這裡吃 絕對要吃一次 今天是第22天 50萬鹹酥雞剛回來 因為在下雨 所以我回來 跟大家分享一下心得 然後 粉絲還特別拿了這個 冷泡茶給我喝 真的 吃這個油膩的 配個冷泡茶 剛剛好 今天吃的鹹酥雞 在鹹酥雞 後面 我是覺得他的去油 去的還不錯 他整個不會很油膩的感覺 然後也蠻酥脆的 肉質還蠻鮮嫩的 還蠻好吃的 我們期待第23天 好我們的鹹酥雞挑戰來到 第23天 今天我們在安平吃他的鹹酥雞 我個人是覺得他的 魷魚的味道不太夠 然後 可是肉呢 跟三角骨 是還蠻好吃的 然後安平呢 有另外一家其實還蠻推薦的 如果在那一條路上 大家都可以去嘗試看看喔 好啦 今天真的很晚來回到家 累了 我們期待第24天 今天是第24天的鹹酥雞 我在台北吃 而且聽說他是第一家加盟的第一間喔 就是加盟組啦 如果你喜歡吃鹹香鹹酥雞 這間很適合你 我個人對他的雞軟骨非常非常的著迷 因為他是帶肉的 所以這樣吃起來 他有肉汁 然後配上軟骨的口感 我覺得非常的棒 鹹香的胡椒 也是台北 算是 跟我們的口味有點小差異的地方 但是是好吃的喔 有機會來吃吃看 我們期待第25天跟 好 今天第25天 我吃的是對味鹹酥雞在永大陸 永大陸玩進來巷子 永大夜市附近啦 不管 然後他的甜不辣 我覺得炸的還蠻好的 然後整體來說 乾淨俐落 我也很含有 可是味道呢 沒有非常的顯眼 沒有很 就是讓人家驚喜的感覺 我們期待第26天 來啦 今天第26天 我們買到的是 東門媽媽鹹酥雞 他的外皮呢 算是蠻酥脆 可是他的甜度比較高 正台來吃的啦 然後他的肉質呢 我是覺得還不錯 但是 他一份都50塊 我是覺得價格 會比市場的高一點點 可是算好吃的啦 那如果喜歡的話 可以試試看 我們期待第27天 好 我吃完好味道 鹹酥雞回到家啦 這是第27天我吃的 鹹酥雞 他的味道啊 真的是鹹香 然後炸功一流 完全不會油膩喔 而且他的價位啊 給的份量又很多 所以這間我個人是蠻推薦的 如果喜歡吃鹹酥雞的 這間不可以錯過 他在蟲尾市場那邊而已 好啦 我們期待第28天 今天第28天 上好假 真的蠻好吃的喔 他的胡椒粉很強 然後魷魚 真的是吃得到魷魚 那種脆感 吃很多 這間真的蠻厲害的 然後他的炸功也是一流 還有這個 甜不辣 外酥內軟 好吃 我們期待第29天 雖然說我對鹹酥雞已經有一點厭惡了 但是我還是會把它吃完 這間齁 他是叫做新都鹹酥雞 我覺得 他的炸功很棒 他外酥內軟 然後有一點點的肉汁 還不錯 然後他在新都鹿上 有機會可以去吃吃看 調味很棒喔 我們期待最後一天 要專業的幫我們講一下口感 哈囉我是Michael 那個口感很好入口 他不會卡住牙縫 然後一咬就斷 那很濃的一個 有濃濃的蒜香的味道 那不錯 入味 果然是專業的 不敢不敢 好吃 好吃 耶我解脫了 我終於不用再吃鹹酥雞了 本來鹹酥雞應該是幸福的產物 可是我吃了30天 對 整整30天每天都吃喔 好 我自己這樣吃完 我真的覺得 嗯 有些東西 就算你很愛 還是適量就好啦 我先講一下 我第三天吃的這間 鳳雞鹹酥雞啦 說真的他的調味 算比較甜一點 然後味道蠻重的 肉質很好吃 我覺得鳳雞也是蠻推薦的 阿拉他的價錢 也是一般啦 一般價錢 我覺得還蠻值得 大家去嘗試看看 但是呢 我完成任務了 我好感動喔 我說真的你看喔 這全部都痘痘 其實你吃鹹酥雞吃到最後 你會有一點那種 勸帶感 因為 身體要代謝這些油脂其實蠻辛苦的 所以你會很累 然後 你的腸胃也會有一點點負擔 真的不建議大家這樣做啦 或是說你可以喝一些比較清爽的東西 像我後面就是 每天幾乎都有什麼青草茶阿 什麼菊花茶阿 什麼椰子水阿 就讓自己盡量好 不要那麼燥啦 因為其實油炸的東西 又重口味 對身體這樣蠻大的負擔 不過 完成任務了 真的很感動 而且裡面有很多很多的觀眾阿 甚至是 也有很支持我們的人 他直接就是 幫我排隊阿 然後說 你不用等那麼久 我去我家附近幫你排 真的是 這個系列真的讓我 深深的在內心 再次的感謝大家 大家對我真的很好 還有跟我搶腹仗的人 真的是 我就覺得 就是 如果 還有這種機會的話 我會把這個活動繼續辦下去 然後繼續挑戰 然後不同的挑戰 跟大家一起互動 增進我們這個 整個大台南 有機會的話 整個大台南 有很多活動 可以跟大家一起玩 好啦 那 再一次 再一次的 感謝跟我合作過的 這些觀眾 或者說真的幫助過的人 這個系列呢 真的是 非常的辛苦 希望大家多多幫我轉發 多多幫我支持喔 好 我要去吃火鍋 我真的等不及了 我不要再吃見都不及了 喔 欸不對不對不對 先做一下結尾 喜歡我的邊 記得按讚分享 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喔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今天好強喔 胡椒粉很強 魷魚很爽 魷魚很脆 魷魚很脆 今天是第... 再一次好了 忘記今天第一天啊